好久不見了 今次出來見到這麼多玩具就知道 上來想說這個真哥斯拉 今次是真哥斯拉的導演 大家都知道 裡面有很多自我之敬的場面 有時候多到作為一個歌斯拉 不是認同的 覺得有點滿意 例如裡面有些配樂 正確就是這個Air快的配樂 裡面還有射完尼尾出場的時候 你以為他根本又是那個 死了你忘了叫什麼名字 成美呢 對 有些造型都很像 再加少少明日香的 滿口英文的演出 還有一些什麼呢 例如作戰部的一個女的成員 她的衣服根本就是 EVA作戰部隊的制服 我一點想提供的 就是我覺得今次真哥斯拉 除了像這個EVA之外 其實還有一件事 都好像是 鵬野自己本人的原初作品 就是鵬野 其實很早之前 就在風之谷裡面 就是負責畫巨神兵的那一幕 那巨神兵就在風之谷裡面 的出現就是 是一個傳說的人造人 就是在工業時代 就是用來毀滅全世界的 然後風之谷那個世代 就是在毀滅之後 所建立出來的人類文明 但是為什麼說像巨神兵 因為那種腐爛、溶解 那種口噴的激光效的形象 其實跟今次哥斯拉也很相似 可能大家一看這部電影 就覺得什麼方神 其實這是神道教裡面 其中一個概念 方神其實簡單一點 就是破壞神 今次哥斯拉的設定 就是它對於日本文間傳說 是一個很古代的方神 其實這是很貼近原本1954年 原版哥斯拉的設定 裡面也有說到 其實哥斯拉可能是 民間習俗裡面的方神 而那一集的哥斯拉也有說到 那些居民會特意用少女的活摘 就像金剛那樣共同起的方神 會搞破壞 這一點 譬如說平成年國的哥斯拉 比少一點提到 其實它是一個方神 即是 這次它回歸了一個原點 但我覺得它雖然有提到方神這個概念 但比較側重它 就是人類如何面對這場災難的程度 即是它重點都是人類 但有另一個重啟版本 在01年的 就叫哥斯拉摩斯拉王者 基多拉怪獸大總攻擊 就是這樣 是承繼方神那條路線 就是說 原來哥斯拉就是這一隻 一隻眼白色的 就是二戰時候 那些怨靈就是組合的 一齊變成一隻大怪獸 這樣就要量 為什麼要復首呢 其實我覺得 01年的這一套 還有現在2016年的真哥斯拉 兩套都是回歸原點製作 都很有趣 其實美國和日本的關係 正如這套戲這樣說 都是愛行交纏的 那 本身美國也試過兩次去嘗試 改一篇這個歌斯拉 分別就是九百元版本 和14年版本 14年版本 是挺過人的 因為我覺得 拍得挺好的 而且 他算是 尊重原本 哥斯拉的意義 因為其實 哥斯拉大家都知道 他是一個 爆製作出來的 一隻怪獸 而且裏面 往往都涉及很多 關於戰爭和核子 這些問題的反思 這次真哥斯拉 也會有很多元素 始終就是 日本和美國之間的分野 就是美國有很厲害的CGI的技術 而日本 我覺得不是缺點 就是他們有特色的技巧 即是 人們要把皮肚 像蒙尼超人一樣 要拍到那些大怪手 打鬥槽 各有各有好處 因為我覺得 反而皮肚 會比你一種更加逼真的神感 以我所知 遲下美國的哥斯拉的戲 除了會拍續集之外 他會拍一套 叫哥斯拉大戰金剛 其實這個 如果大家對哥斯拉有認識 其實原本已經有了 因為哥斯拉是同第三集 看看美國人會怎樣玩 而且也希望 看看鎮尼會不會繼續拍 所以這個真哥斯拉 記得第二集 拜拜 這就是哥斯拉 拜拜